欢迎收看美南国际电视,我是凯钧,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威斯康秦州州长斯科特沃克,周一宣布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,从而成为第15位宣布参选的共和党人 47岁的沃克,民调支持率和竞选资金都相当可观 他在周一公布竞选广告,描述自己是一个会赢的战士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沃克表示,我们奋战然后赢了 在共和党场中有一些好战士,但都没能赢得战役 也有一些人赢得选战,但无法在大战中坚持下去 我们证明给你们看,我们能够双赢 威斯康星州属于蓝色州,从1988年起,在总统大选中都是投民主党的票 沃克作为共和党人,能够在四年间连任两届州长与另外一项州选项 是沃克这次参选的一大动力来源 沃克预计周一下午在密尔沃基城外的瓦克夏启动竞选活动 目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几乎不及报,已有15人宣布角逐